阿富汗東南部帕克提卡選 在23日舉辦了一場排球賽上 一名騎機車的男子引爆自己的炸彈背心 造成至少45人死亡 60人受傷 美國國務院高層官員今天首次表示 伊朗和武昌嘉義集團 現正在商討展研雙方搓談 以就德海蘭爭議性核計畫 達至協議期限的可能性 2014賽季F1收官站 阿布扎比大獎賽結束了55圈爭奪 頭牌起步的Mercedes車手Hamilton率先冲陷 成功加冕本賽季車手總冠軍 奸利姆斯的Massa和Bortas 获得收官站的亞軍和季軍 美國兒童過胖的問題嚴重 宗納夫人密雪兒因此發起減肥運動 当局配合颁布了《學校健康法》 規定只能提供低卡低值的食物 但美國學生們無法忍受 近期紛紛在推特上PO出 賣相極差的營養午餐照片 並諷刺地標注感謝密雪兒歐巴馬已表達不滿 新唐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